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安装一下我们家的药床款虫栏 首先 这样做是所有的护栏配件 护栏里面配送有说明书可以自行看一下 这不带防粽棉的三根管件是安装下面的 这三根带防粽棉的是上面的管件 这里注意一下1米8两米以上的是6根管件 1米5以下的是4根管件 然后这里还有个布套 布套上面会写有尺寸可以看一下 我们摆好管件 然后我们这时候看到我们这个下面的管件上面有个凹槽 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我们专门设计的 无度朝下可以卡紧床垫没有缝隙 好我们现在来连接管件 这跟这两头戴弹片的管件呢 这两头戴弹片的管件呢 有一头是大的 有一头是小的 我们用小的这一头去插进中间的连接管 另一根也一样的 用小头的插 好下面的管件已经连接好 先我们来连接上面的管件 上面也是一头大的一头小的 我们用小头的去插 好我们现在上下管件都连接好了 我们打开布套 这个就是布套展开好的样子 主重好的管件 我们把它套进布套里面 我们来装素杆 素杆呢 摆一下 这个按钮的是朝拉链这一边的 这边也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的素杆和管件都已经连接好了 我们现在就拉 把布套装素杆上面 先把拉链拉开 然后装 重新拉上一边 然后这一边呢也是一样的 新的布套可能会有一点紧 这样上面的就算是组装完了 现在我们来装一下底座 我们的底座是一对的 分左右的 孔位是相对的放着 然后底底下面是朝床垫里面 然后呢 这个下塑胶也是朝里面的 然后这边的孔位跟着这个是一个方向的 然后拉开灰色卡扣 装进去 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组装好的布套 可以看一下 这按钮和拉链是同一个方向的 下面的底座往里面 然后这个卡扣也是跟底座一样的往里面的 这才 这一面布套就是组装好的了 好 现在组装好的布套 我们固定到床上 是怎么去固定呢 我们先把床垫移开 然后把布套装到床上 装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档位调节到最高 用家用螺丝刀固定螺丝 我们的底座上面有几个孔 你可以选择两个孔固定螺丝 我们固定好支角之后 我们怎样去调节合适的档位呢 我们这个是已经调节到最高了 我们根据床垫的厚度去调节合适的档位 我们直接跟着床垫 直接调节档位 卡紧就可以了 我们卡紧之后 床垫和床框之间是没有缝隙的 可以用手去试一下 没有缝隙就可以了 先布套装好 也装到床上固定好之后 我们护栏里面会送送有连接盖 我们可以这个也是加固的 可以盖在两面护栏之间 直接卡进去卡紧就可以了 这是加固的 我们送送的绑带也是加固的 我们打开接盖 把它穿进去 调节到最紧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是我们三面安装好的效果 安装好是没有缝隙的 现在组装好之后 我教一下大家怎样去使用护栏 我们一般按一下就可以升降 我们这个设计是有设计了同锁的 我们转一下就升降不了了 就防止宝宝不小心碰到按钮 护栏降下来不安全 我们按钮就是转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分离式的按键 分离式就是方便我们这一床边的 我们首先降下来 把两个护栏降下来 然后这中间有按钮 按住往上面提 一样的 这边也一样的 这就是分离后的效果 坐在床边就被压到 谢谢大家